我们再来看意大利米兰 画面上的这位男士名叫周慧 是一位华商 在意大利打拼已经有20多年了 他创办的进出口贸易公司 是欧洲最大的酒店用品批发公司 周慧今年48岁 出生于浙江温州 1991年他来到了米兰打工 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刷盘子 也是在这个时期 他结识了事业上的第一个合作伙伴 两人一起开了一家超市 产品的大部分都是从中国进货 慢慢的周慧也积累了自己人生的第一桶金 从2007年开始 很多中国人来到了意大利开餐馆 周慧看到了商机 转行做起了酒店用品批发 在他几千平米的自选商场里面 什么锅碗瓢盆啊 桌子凳子啊 床上用品窗帘 应有尽有 周慧说了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当地人 来主动找他们进中国货 如今每个月呢 都要从中国发五六个集装箱的货 到意大利 非常安全的货 每个月呢 我们把前面